各位同學好 我們這裡呢補充一下 重力未能一般式 它的式子的推導 在我們的課本講義當中 就直接告訴我們 我們如果要算 重力未能的一般式 那我們必須要考慮它是便利做工 因為重力隨著距離而減弱 所以我們會畫FR圖 那可是呢這個外力 我們如果等數抬高物體 等數抬高物體 我們出的力就是跟萬有引力一樣大 可是萬有引力隨著距離而衰減 那我們的FR圖的底下的面積 我們就沒有學過怎麼去算 那課本是直接告訴我們 這塊面積就會是GMN除以R 如果說我們是G把它算面積算到無窮遠的時候 從R處算到無窮遠的話 那這整塊面積就是GMN除以R 那課本是這樣說 但沒有說這個面積怎麼算的 所以我們這裡做課外補充一下 來算算看這個面積GMN除以R是怎麼來的 那首先呢我們就一樣要算這個曲線底下的面積 那假如說現在我是想要算這個物體 是從距離地心R1處 然後把它抬升等速度的抬升到距離地心RN處 那我的外力做工就是這個曲線下面積 那同時就是重力位能的增加量 好那我們把它切成很多塊 W1W2...到WN-1 因為R2位置到R1位置 之間的未能變化量是W1 所以RN處跟RN-1 之間的未能變化量就是WN-1 那我們的目標是把這幾個面積都算出來 再加起來 好那如果是在位置R1的話 物體瘦的重力就是GMN除以R1平方 如果是在R2位置的話 物體瘦的重力就是GMN除以R2平方 那如果我們這個曲線下面積呢 切得非常的細小的時候 這個弧形或許就可以近似為直線 那這時候我們這塊面積就有點像是T形 這塊面積就有點像T形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T形公式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這個高呢就是R1和R2之間的差 R1和R2之間的差就是差的DLR 這個DLR是很小的一個增加量 很小的距離增加量 好那有這些介紹了之後 我們就來看這個式子 F1加F2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我們把GMN提出 那底括號R1平方加1 R1平方分之1加上R2平方分之1 然後乘以高除以2 然後接下來GMN都會一直出現 所以我們先把它除到等號左邊 變成W1除上GMN 就會等於R1平方分之1 加R2平方分之1 到我們這邊把R2 換成R1加ΔR 然後再平方分之1 然後通分R1平方乘上R1加ΔR 括號平方 然後呢 分子的地方就是R1平方 加2R1ΔR 再加RΔR平方 然後再加上R1平方 這個就是我們把R1加ΔR 括號平方做展開 就展開 做展開的話 是這一項 這一項再加上R1平方 然後再乘上ΔR2 那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 有一個極限 微積分上的概念 就是這個ΔR其實很小 比起R1或比起R2 ΔR都很小 讓ΔR趨近於0 那ΔR趨近於0的時候 分子的這一項 分子的這一項 它就有出現ΔR的平方向 那ΔR的平方向 比起其他這幾項呢 都很小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ΔR是一個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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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一個量 所以這個0.0000001的量 給它平方之後 就會變很小 比起這個 這個雖然有乘一個ΔR 前面這一項 2R萬成ΔR 它是有一個 乘上一個ΔR 可是比起ΔR的平方來說 還是大很多的 因為ΔR就是一個很小的量 所以我們就把這平方的去掉了 去掉 去掉之後呢 R1平方合起來變2R1平方 然後2R1ΔR 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再把2R1 2R1提出 那就會出現 R1加ΔR 那R1加ΔR 跟底下的R1加ΔR 就可以 約掉一個 約掉一個 因為底下是平方 好 那R1呢 也跟底下的R1平方 約掉一個 所以最後就變得比較簡單 變成這樣子 變這樣 這個2跟這個2也約掉了 就變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這裡呢 拿過來這邊 拿過來這裡看 好 那就是 我們這一塊 第一塊T型面積W1 就會幾乎等於GMM 然後乘上ΔR ΔR就是R2-R1 然後R2就是R1加ΔR 所以這個 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R2-R1除上R1R2 它其實就是R1分之1-R2分之1 對不對 R1乘R2 然後R2-R1 再分子 分母是R1R2 分子是R2-R1 對吧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這塊面積 W1 如果是極小極小的 R1和R2如果間隔很近的話 那這塊面積它竟然會是 R1分之1-R2分之1 再乘上GMM 就會變成一個 兩個位置分之1的相減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只跟位置有關 好那接下來我們如法炮製 第二塊T型的面積呢 是從R2移動到R3 那我們就只是把 跟R1的做法一樣 只是把R1換成R2 R2換成R3而已啊 所以 第二塊T型面積 它其實就是第一塊T型面積 但是把R1的位置換成R2 那把R2的位置換成R3而已啊 所以這樣如法炮製呢 我們就可以最後找出 RN-1到RN這一塊 這個位置變化 RN-1到RN 台深這個位置變化 它所需要的做工 也就是未能變化 所以最後我們就可以把 WN-1這一塊面積 寫成R1 RN-1分之1 減掉RN分之1 那最後我們要的 其實是整塊面積啊 從R1把物體等數 抬升到RN 那 所需要的做工 也就是重力為能的增量 就是這塊面積啊 所以就是把W1 W2 全部加起來啊 加到WN-1 所以全 這個就是全部的做工 那就會是 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可是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R1分之1 這個R1分之1保留 可是這個R2分之1 跟這個R2分之1消掉了 那這個R3分之1 會跟另外一個R3分之1消掉 所以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RN-1也會被消掉 最後就會只剩下 R1分之1 去減掉R2分之1 再看一次 就是 把這幾項呢 全部加總 把這幾項全部加總 結果我們發現 R1-R2分之1 括號 R1分之1 減掉R1分之1 那再把GNN乘進來 變成R1分之GNN 減掉RN分之GNN 那這個做工就相當於是 衛能的增加量 也就是 RN-2的衛能 減掉R1-2的衛能 那最後呢 再經過整理 就變成 RN-2的衛能 減掉R1-2的衛能 就會等於 負的 RN分之GNN 扣掉 負的 R1分之GNN 同學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等號的右邊這一項 是不是就跟這個 全起來這一項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們為了要 找出 衛能的表達式 URN跟UR1 應該表達式一樣 只是插在RN 換成R1而已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 可以這樣表達 可以這樣表達 就是前面的這一項是 R1項 然後扣掉 RN的 像 但是它 所對應到的衛能增量 卻是RN-2的衛能 減掉R1-2的衛能 所以我們在 處理上 可以把它們都加一個負號 把左邊這裡都加一個負號 就可以變成 順序 變成是一樣的 變成是RN的項 去減掉 R1的項 所以最後就會得到 原來 RN-2的衛能 就表達為 負的RN分之GM 而 R1-2的衛能 就表達為 負的R1分之GM 所以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 重力衛能的一般形式 定義成 R-2的重力衛能 就是 負的R分之GM 那這樣子隱含一件事情 就是 在R變成無窮大的時候 重力衛能 會變成0 分母變無窮大 就整相會變成0 也就是說 0未面再無窮遠 好 那 這裡整個就是來補充 我們的重力衛能 一般是這個 負的R分之GM 它的數學 到底怎麼去計算 好 那就補充到這 謝謝各位同學